跟你师哥有个饭局 跟你师哥有个饭局 什么饭局能比考试还重要 喂 他们也不是狮子 不会吃人 好 晓蓝 我刚刚路过你那儿的时候 以为你先走了呢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公布完试题之后 大家都特喜欢加班 大概是公司资料比较多吧 还能顺便知道别人的进度 不过 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伤心的 懂 好 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 情感 情感是我们永恒 这事又想我了吗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模拟投机会的闪述环节 我们先排练一下吧 这样也可以算一下时间 不是 为什么呀 吴总说了 这样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我跟你说这些呀 对那些没有经验的菜鸟 或许有帮助 但是你可别忘了 我可是货真价实上过战场的 把控现场的能力肯定是有的 不是吧 不就是十分钟的阐述吗 你要不要这么夸张 项目建议处的准备工作 是由我来主导 那这也算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可是负责阐述 当众演讲那个人 是我 学别人低个头 有这么难吗 行 那你先说一遍给我听吧 为什么呀 你又不是评委 提前排练一下 能发现这其中的问题 这有什么不好吗 我们发现问题又能怎么样 难道是修改建议书吗 那可不行 我跟你说建议书的内容 我都背下来了 建议书都已经提交了 我能修改什么内容啊 你别逼我了 我是不会说的 反正临场发挥是我的自由 跟你没关系 临场发挥 你是想说一些 连我都不知道的内容 我们是搭档 至少要做到坦诚相待吧 如果你对我还要留一手的话 这未免也太不自信了 气降法吗 这招对我没用 你怎么看我 我根本就不在乎 看来你就是想踩在我的头上 掉过去 吴总说得没错 你就是那样的人 哪一种人 完全地立即注意者 你们吴总怎么看我 我更不在乎 吴总好 你们吴总口口声声地说 投项目就是投人 那投资投的是项目 怎么可能是人呢 那说明他根本就不专业 他不但不专业 他总还装着正义使者 他以为他是谁啊 他不就是一个指挥上下属 背黑锅的废物吗 你说什么呢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他不是废物吗 他不是废物你们此组 能混成现在这样 连个下属都保护不了 是 他是不立即 他只会带着你们同归于尽 我跟你说 公司如果都是他这样的人 早就完蛋了 怎么 想打我 你打呀 打呀 你别像你们吴总那么废物 一看就没打过架 一点也不疼 我教劲你 来呀 好 等等等等 看个手机 你看看 你看个手机 看个手机 看个手机 只要打破架子 在手机里面 对 好